我的裤子已经完成前片了 什么叫繁星线 我们太难了 一到教室发现我这个口袋布没带够 我家本来也没有口袋布 我就随便找了一块这种衬衫的面料 待会还要补充一点白配布 哎 没经历就是这样子的 哈哈 我找同学借了一块做衬衫的碎布头 感到好够用 我觉得同学太有爱了 搞定 我的这个口袋就是一片我的衬衫布 加一片同学的衬衫布 所以这条裤子就是东兵西兽 压一个反齐心 什么叫反齐心 就是刚才是不是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在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压个边线 压一个边线 一点衣是吧 对 所以这个油彩布一般都用白色 因为它那个洗了水之后 所以它会染色其实 对 翻完了之后就跟面部的颜色就是差不多 我这个可雕塑了 我那天弄的是我手的染色 呃 牛奶工厂的工人的话 基本上手是四个石头是黑的 是吧 嗯 看你瘦的哦 那个血管 我从小就这样 嗯 是不是方法你吃的 啊 吃饭了 吃饭了 怎么可能不吃饭长这么大 这个口袋必须要把它烫平一点 才好进行下一步 这个是压多少吗 这个面线 压 那我就正面压是吧 对 你就只能正面压了 每次都只上课的时候才切 在家里面没时间 我要把这个裤子口袋定位一下 把口袋翻出来缝合好 我现在是不是速度快很多了 换一根明线 明线切合是不是前面就差不多了 那明线要超过中线这条线吗 门巾这条线吗 还是就是挨着就行了 就平息它 好 今天我又吃鱼粉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在这门店了 我觉得这个粉很细 很像永远的粉 而且它这个鱼肉和汤都很鲜 真的好好吃 我的裤子已经完成前片了 然后现在需要把后片跟前片 缝合在一起 前后片缝合一厘米 这是侧线 先缝侧线 再缝前面的刀 一定要缝个道线 之前剪了个剪刀口 就在这里定了个位 所以要把它对上 哇 看不错 刚好就可以把这个明线那个接口处 给缝合起来了 看 这是口袋 最难的缝当来了 哇 吓暴雨 这水都到了里面来了 检查一下我这个当 缝带还挺齐贵有没有 做多美美强强还行吧 我的裤子已经基本成型了 现在就差一个腰头了 你看我这个口袋有多搞笑 里面是我自己的衬衫布料 还有一个是同学的那个衬衫布料 到时候这个裤子肯定会褪色 所以这个白色布料会染成 跟裤子颜色差不多的前蓝色 这样就会比较协调了 我要去裁个腰头了 因为我的腰头上次裁短了 没有分量 这个叫股反秤 股反胶秤 那它一预热就粘在上面 股反胶秤就融化了 哦 腰头烫好了 里面穿了一个铃秤 然后画了一条鞭 到时候就齐着这个鞭来裁 我们太难了 褲子好难搞呀 我这个布料它还有弹性 我的颜色好容易长 它都变大了 它变大了4厘米 我妈也 哎呦 褲子好难 估计时装更难 你看这个都衬衫也快崩溃了 好玩吗 哦 扣眼咋个大 扣眼你真的用手术 它这个就是钉进去 当然问题是我扣眼 不知道怎么开 扣眼就剪个断 然后把它缝起 像这个一样 对啊 你用手缝了 换舞来了 哎呦 我终于可以把这个 裤头的 铭线给缝上了 感觉不齐呀 我这个铭线可难缝啊 那铭线是用棉的颜色 还挺好的吗 是的 底下是黑的 上面是个别的颜色 外一点点都看得出来 开头那几针还行 到后面就不行了 永远都在拆拆改改 学习进度就是这么被拉下来 我把线调紧了一点点 刚刚那线好松啊 希望能够一次成功 千万不要再让我拆了 因为这个线没法拆 太难了我这个线 哎呦我这个线 没有底线了 晕倒 我要重新 上一次了 但优伤本来这边我抬得很好了 好奇的 今天搞定了 带回去 学校下课了 带回去用自己的缝纹机做 拉穿了我 一万年没有用过的缝纹机 刚刚试缝了一遍 又拆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我的天 我真的是要崩溃了 但是我这边必须要把它缝好 布有点厚 我这个缝纹机有点承受不起 新手就不应该这么挑战高难度 应该寻寻渐进 勉勉强强吧 这个腰头 应该不是一个手的问题 是机械的问题 你给他还看得起我了 我把裤脚烫了一下 把这个拆掉比较好弄 从这个裤脚里面才比较好 我刚研究了好久 这个针脚怎么走 才把我这个扣岩给缝好 哇真的是 要是手缝的话可太难了吧 买了好多扣子呀 它这是自己钉的那种 我试一下 感觉还可以哦 这么容易钉进去吗 我的裤子已经完成了 大家浅看一下吧 其实这次我买的布料 稍微有点问题 它是个非常有弹性的牛仔布 所以我现在穿起来 稍微有一点点宽松 而且老师教的是一个西装版型 我非得任性的做一条牛仔裤 虽然它的单比较靠下 我觉得下一次做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版型的基础之上 进行改良 它就是一条非常完美的牛仔裤了 不过这一次 我是第一次做马能做成这样子 我已经非常的满意了 那就这样子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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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